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在那个大人里的 如果我们这个区域不开发 当然就很简单了 就把它变公园 第二个大安森林公园 如果要开发的话 那当然就才有着谈了 那我们附近 跟现有的这个开发比较接近的 各位也许去走走看 其实这么很近 南港国宅 跟各位报告南港国宅已经17年了 南港国宅有1470户 南港国宅的农积率是600 楼高19成 所以这样比较出来 南港国宅现在有的公共屋务设施 就是只有一个公办营营的幼儿园 那现在我们这样开发的话 我想基于这个建筑技术的进步 还有这个平面上的 结构的容易度 南港国宅大概是山坡地的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还蛮合理的 至于说谁要同意 这样开发 刚才里长说 原来50年前那个征收的那个地主 要他们同意 他们的意见要尊重 我觉得应该要更尊重一点 就是原来的地主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 平屠族啊 又凯达格兰族的 要他们同意 我看 所以去找他们来同意一下 那至于说这个 这个开发以后的问题 显然未来 假设开发了以后 这个一定问题很多 南港国宅也为了 特地成立一个人福礼 独立成礼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现在根本就 民政局好像每次来都没事情 我觉得要赶快规划 我们应该像信义计划区一样 成立信义计划礼 这个礼长 以前早就说了 礼长这样选来选去 也是很伤感情 官派礼长 我们礼干事好像也很闲 我们是不是未来要派一个 我们的信义计划礼 这个礼长是官派的 这样 因为这个难易度 你看这个 这个将来这个 公共服务设施这么多 礼长搓的蛋 我们是觉得 干脆这个要很专业的人 来管理这个礼 所以这个计划 信义计划礼这个计划 要赶快来议定一下 至于这个树的保护 因为事实上刚刚讲 开发那个 中间那条巷子的时候 已经离了很多树 而且我看保护的非常好 要把那个路上的树 移到那个现有的公园绿地来看 我看 我都连这个很仔细的观察 都会 目前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树的移植技术 也是相当高明的 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太困难 那刚刚有朋友说 这个 这一块要把它弄成 这个 什么 湿地公园 我就搓一旦 因为本来这一块地都没有 都没有水 前几个月还有人去把它挖了一个大水池 说要来装水的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去挖了一个大水池要装水 后来又把它填掉了 这浪费工堂实在浪费工堂很严重 如果 这一块地说 整个变成湿地公园 我想福德街 目前两岸 两边的居民要搓一旦 因为水就被它刷了 你的房子 水流到这里 你的房子差不多倒掉了 所以这个不太可能是湿地的防灾公园 我倒是说 建议是不是要考虑是不是弄成 那个核灾的防灾公园 这个几个市长都说我们要做核灾 要防灾防灾 好像到现在也没看到 我看这一块地是不是地下要做 地下楼层要弄好一点 作为核灾的防灾公园 万一 那个核电厂报的时候 我们这边可能这些人活的 最容易活下来的 上报告 谢谢